中医治疗方法可否和原始点一起并用 有朋友向我推荐了原始点医学 对理论部分笃信不疑 通过观看张医师演讲视频 对原始点医学有了更系统的理解 我本人在生病治疗过程中 使用过放血、拔罐、针灸、刮沙等方法 请赐教 其他的中医治疗方法 是否可以和原始点疗法一起并用 台北基金会团队回答 关于中医治疗方法 是否可以和原始点一起并用 原始点医学 是以人为本、以病为师 放空之鉴从零开始 点点滴滴 在患者身上摸索、验证出来的 所以要学好原始点医学 一定要先放掉中医、西医的观念 且原始点医学 知诊断与治疗融合为一 体伤与热能不足兼顾处理 大幅提升了治疗的安全性 及有效性 故除脱臼 可寻求中医协助外 其余皆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 我们来看患者这样问他 他说那他在治病的过程中也掺杂了 像中医的放血、拔罐、针灸、刮伤 那他有请问是不是可以跟原始点一起并用 我的看法是这样 最好不要 不是说先不说中医跟原始点哪一种好 因为光你针还有放血 这个都已经侵入性了 那如果你又没有医师执照 这个会犯了医疗法 我好不容易就是把中医的问题 只要牵扯到医疗 你看原始点他绝对没有侵入性 就是怕你们出事 那第二个不用中药 不是我不会用中药 我本身也是中医师 像放血、拔罐、针灸、刮伤 这些我都玩过 但我建议不要掺杂 这些里面牵扯到 可能一些中医的一些方法 都有一些医疗法 你反而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对推广不但没有帮助 而且还可能犯法 也就是基于此 我是不同意的 那当然如果就理论来说 我也是不同意的 因为原始点他的理 在诊断与治疗 已经讲得很清楚 中原始点能治疗的有效范畴 什么能治什么不能治 你想想看 他他处体伤的通通能治 然后患处体伤绝大部分的 除了急性外伤 这些还有真的用尽各种办法 人体无法自我疗医的 这种情况下 才可以借助 才需要到从果 所以等于他他处体伤也能治 患处体伤绝大部分也能治 而且他还能治未病 原始点 所以他治疗的范畴 以病未病都能治 然后治疗的范畴这么大 有效的范畴 哪一个医学人病 现在中医能治未病吗 没有啊 他只有理论上可以说 可以治 但事实上哪个可以治未病 而且要精准的 他哪里有问题 中医没办法 他如果要改善体质喝中药 那不知道喝到何年何月 他的体伤才能修复 然后体伤位置也不知道在哪里 他们没有这些概念 然后再说原始点的 他处体伤解症又快 你只要大开关找出来按 就一定有可以解症 那你没有学好了 你又学了一大堆 拉哩拉扎的 那不是越走越远的嘛 所以从治疗的有效范畴 如果原始点 跟中医的疗效一样 那我干嘛还要研发呢 如果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他的疗效 跟中医的十四条经络 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疗效一样 那我继续针灸就好了 就是因为不一样 我把这些小开关 把它慢慢的转化 找到大开关来让大家来用 你又不用 所以你说懂原始点 从你的问话我就知道 哎呀你还是在门外走啊 我的感叹是这样 所以原始点一学南京 千万不要说你已经懂 或是你已经有理解 如果照你这样看法 我认为可能对理解这一方面来说 还有一段蛮长的距离